1941年6月26号 巴马罗萨行动的第五天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第一装甲集群 与苏联的机械化军 在布洛迪和杜布诺的坦克战 打得非常激烈 苏联所有的机械化部队都要求空中支援 但是到了战争的第五天 苏联空军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几乎全局覆没了 也就是在26号当天 西南方美军空军总司令普头新中将 和他的参谋长拉斯金少将 被召回莫斯科 几个月之后 他们俩都因为西南方美军空军的巨大失败 而被处决了 其实西南方美军空军总司令普头新中将 他在战争爆发的半年之前 就已经发现了德军侦察机频繁出动 他强力要求击落这些入境的飞机 但是高层担心这样会制造摩擦 就没有同意 当时普头新中将非常担心机场的安全 就下令在所有的机场上 都加装掩体和伪装 用来保护飞机 到苏德战争爆发时 这个工程只完工了一部分 苏联空军的惨败 让地面部队的处境异常艰难 德国空军非常善于袭击苏军地面部队的指挥所 我之前提到过 第15机械化军的指挥部 就遭到德军飞机的袭击 军长卡佩佐少将被炸成了重伤 他的部下误以为已经牺牲了 就把军长给埋了 幸亏正伟来的机师可以挖了出来 而第八机械化军的指挥部 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况 在26号当天下午晚些时候 第八机械化军已经拿下了列什诺夫村 之后领导层碰面开会 他们的作战指挥车被德军飞机发现了 炮弹直接炸翻了指挥车 车上所有的人都被甩了出来 非常幸运的是 第八机械化军军长里亚比雪夫中将 和他的政委波佩尔只是亲伤 但是参谋长秦森科上校 被摔成了脑震荡 无线电操作员当场身亡 指挥车上宝贵的无线电设备 也被摔坏了 苏军的指挥系统不断地遭到轰炸 就在当天列什诺夫村争夺战 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第八机械化军军长里亚比雪夫中将 与他的第34坦克师 和第7摩托化步兵师 一度失去了联系 里亚比雪夫中将 被迫亲自驾车去寻找他们的位置 第八机械化军的指挥部 与自己下辖的三恶师 都不能保证通讯通畅 更别说与旁边的友军保持联系了 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指挥沟通效率之低 可见一斑 苏军所有的阵地 都在遭受德军空军的轰炸 波斯泰奇科附近的滩托阵地 也几乎快守不住了 河滩上到处都是苏军士兵的尸体 苏军只能在河东岸 用几辆BD清坦 为西岸的滩托阵地 提供炮火支援 这些轻型坦克填装好之后 飞奔到河边 详细开几炮 这其实就是缺少火炮的无奈之举 清坦的小炮 对西岸的滩托步兵 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 苏军守住了斯特利河防线 苏军前线的所有机械化部队 都到了能力的极限 即便像第八机械化军这样的强悍军队 也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了 6月26号当天 苏联后备部队开始抵达战场 第36步兵军到达克里米奈茨和豆布诺一带 并开始在豆布诺附近阻击德军 但是由于组织不善 火炮弹药供应不足 第36军的作战能力非常有限 1941年6月26号晚上 西南方面军高层会议 达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 就是用第31 第36 第37 这三个步兵军 沿着伊克瓦河 豆布诺 科列缅内茨和佐洛切夫等城镇 建了一条新的防线 同时让剩余的所有机械化部队 暂时拉回到这条防线上 进行重新编组 然后机械化部队和防线上的步兵部队 联合反击 与此同时 南部的第6集团军 也要向东撤退到新的防线上 总体来说 西南方面军这次会议的核心 就是撤退构建新防线 然而 苏联最高作战指挥部 禁止西南方面军撤退 并要求继续组织反击 第二天也就是6月27号 我们来看当时的情况 苏联的西南方面军 北德军的装甲部队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 在南部有三个集团军 分别是第6集团军 第12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 其中第12集团军几乎没有什么事 第26集团军的任务量也一般 南部的这三个集团军 就属第6集团军的压力最大 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北面 只有苏联的第5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几乎与南部的其他集团军完全分离了 此时此刻 德军克莱斯特大将指挥的第1装甲机群 在苏联的第5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了突破 进攻矛头已经抵达奥斯托洛 德军装甲部队的正前方 只有卢金中将的一个第109摩托化步兵师 能实施阻击 为了增加机械化部队的阻击力量 第5集团军司令波塔伯夫中将 把依然具有战斗力的第41坦克师 调往南方 来增援第9和第19机械化军 在罗兹克到里夫尼的公路上 苏联第27步兵军残部和第22机械化军残部 以及第1反坦克炮兵女 外加第9机械化军的部分军队 一支挡着德军第14装甲式的猛烈进攻 根据苏联最高作战指挥部的指示 第8机械化军要从南面向豆布诺发起进攻 第15机械化军要向北进攻波斯带齐克 第9机械化军要从东北方向攻击姆利诺夫 第19机械化军要从东面攻击豆布诺 苏军高层的这个全面反攻计划 纯粹就是为了进攻而进攻 完全不考虑当时各个机械化单位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在卢兹克到豆布诺之间 就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 德军的两个装甲军 两个步兵军 在德军强大空军的协助下 正在朝着里夫尼奥斯托洛方向发起猛攻 苏军第9第19机械化军缺少步兵和火炮的支援 只能勉强守住李夫尼 战场上苏联6个机械化军的状态差到了极点 根本无法反击 在27号晚上 西南方远军军事委员瓦舒金亲自巡视前线 他发现第8机械化军军长李亚比雪夫中央 正准备命令他的军队撤退 瓦舒金立刻制止了撤退行动 并命令第8机械化军必须在第二天进攻杜布诺 瓦舒金态度非常严厉 甚至威胁要枪杀这些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 第8机械化军军长李亚比雪夫中将被迫放弃撤退 第二天也就是6月28号 第8机械化军的政委波佩尔 率先统领一半的军队向杜布诺发起进攻 很快政委波佩尔的军队抵达杜布诺附近 波佩尔的坦克大概还有200多辆 西南方远军总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 得知这个消息后精神大震 立刻组织第9第19机械化军配合攻击杜布诺 总的来说苏军指挥层对李夫尼周围的行驶 缺乏足够的认识 而第9和第19机械化军在两天前遭受重大伤亡之后 已经无法再发动任何进攻了 也就是说在6月28号 只有第8机械化军的政委波佩尔发起了进攻 此时此刻波佩尔率领200辆坦克 孤军深入危在旦夕 很快噩耗传来 波佩尔的军队在豆布诺附近 遭到德军第16装甲师 第16摩托化步兵师 外加三个德军步兵师的围攻 基本上是撤不出来了 苏联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瓦舒金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脸色变得苍白 他前一天晚上拿着枪指着第8机械化军的指挥官 让他们进攻 今天波佩尔的军队就被包围了 瓦舒金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败 他非常绝望地走到赫鲁晓夫面前 说我们失去了一切 就像波兰法国那样 一切都结束了 说完就掏出手枪 在自己的脑门上狠狠地扣动了扳机 苏联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瓦舒金 在赫鲁晓夫面前自杀了 第8机械化军的政委波佩尔身陷重围 被困了5天之后才逃出来 这个时候波佩尔身边仅剩20辆坦克了 波佩尔在6月26号反击失败的时候 苏联最高作战指挥部开始有撤退的意思 并要求最北面的第15第27步兵军残部 向格隆河东岸撤退 西南方面军的所有机械化单位都已经损失惨重 没有能力再继续进攻了 苏联最高作战指挥部不断向前线发电报 电报的内容一般是这样的 豆布诺卢兹克里夫尼发生了什么事 敌人的装甲部队已经渗透到哪里了 第15步兵军在哪 第8机械化军和第15机械化军反攻的结果如何 波塔波佩尔将在哪 从这些高层的电报不难看出 苏联的指挥层已经乱出了一锅粥 德军的空军和突击队摧毁了苏联的通讯中心和线路 移动通讯设备也遭受严重的破坏 前线军队的各个指挥部没有足够的无线电 并且很多不明军对无线电的使用还不够熟练 在这几天的战斗中 无线电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苏联的各级指挥部经常失联 作战命令也总是姗姗来迟 甚至根本无法送达 这就是苏联六个机械化军各自为战 几乎没有战略协同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 德军的空袭几乎对苏军造成致命打击 苏军的后续部队一般都是通过公路 向布罗迪斗布诺战场投送 苏联的士兵 车辆 大炮 野战厨房等等 通常会沿着狭窄的道路分布 这些目标密集而又明显 德军的空袭非常容易得手 苏军的后续部队通常还没有到达弹场 就损失惨重 这也导致了苏军的步兵和炮兵无法抵达前线 后勤系统也几乎崩溃 坦克部队孤军奋战 损失惨重 此时此刻 苏联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吉尔布洛斯上架 他操心的不是反击的问题 他非常担心德军的装甲部队掉头向南 要知道苏联的第六集团军 第26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还有第四第八第十五这三个机械化军 都在南边的这个突出部 这可是西南方面军的家点 如果德军装甲部队掉头向南 对苏军的这些主力部队实时绕后 与此同时 南方集团军群难不得这两个集团军北上配合 那么苏联西南方面军将会面临被合围的风险 为了防止被包围 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吉尔布洛斯上架 开始调派后备军协防第六集团军的右翼 到6月28号第199步兵师 第五骑兵军的第十四骑兵师 第24机械化军 外加三个反坦克炮兵旅 这些军队都被部署在奥斯托罗南方60公里的地方 这些后备军面朝北方建立了一条截击防线 防止德军的装甲部队南下 西南方面军总司令 吉尔布洛斯上将的这个操作 在苏联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些指挥官认为 德军的目标是快速进攻击辅 总司令吉尔布洛斯上将力排众议 驳回了其他反对意见 朱可夫大将也支持吉尔布洛斯的观点 看地图 在这波后备军里 又出现了一个苏联机械化军 就是这个第24机械化军 大致一算 围绕豆布洛方圆百余公里的区域 聚集了苏军七个机械化军 第15第8第22第9第19第24和第5机械化军 当然了 像第5机械化军 只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士在这 也不能算作一个军 这个刚刚抵达的第24机械化军 是整个西南方面军最弱的一个机械化军 只有220辆机械落后的老式坦克 全军没有一辆汽车 所以这个第24机械化军 实际上就是一个装备了220辆坦克的步兵军 新兵占了75% 其实力可能还不如一个步兵军 到6月28号夜间 第9第22机械化军 第27步兵军的第135步兵师 以及第1反坦克炮兵旅 正在防守通往里芙尼的道路 随后第19机械化军放弃了里芙尼 并开始撤退 里芙尼彻底陷落了 苏军大部队全部开始向格隆河东岸撤退 波塔伯夫中将的第5集团军残存的部队 开始从斯托西德河一带 向里芙尼一北的河湾撤退 第19机械化军撤退之后 向南延伸到奥斯特洛 和第36步兵军连成了一片 从这里向西德布罗迪 分布着第8第15机械化军 和第31第36第37步兵军 格陵河成为苏军和德军临时的分界线 截止到这 布罗迪坦克战基本上就结束了 苏联的西南方面军机械化部队 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场坦克战中 苏联西南方面军损失的坦克将近有3000辆 这些损失的坦克不可修复 无法挽回 德军第一装甲机群的799辆坦克中 有85辆被打报废 不可修复 另外有200辆受损严重 需要大修 布罗迪坦克战结束之后 德军便一直被挡在格陵河西岸 连续数天无法取得突破 相比之下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机群 对苏联的西方面军成功实施了合围 苏联的数十万大军即将被歼灭 反观南面的第一装甲机群 却迟迟没有动静 第一装甲机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大将 对装甲部队的延误感到非常不满 之后他调整主攻方向 命令第48装甲军 从南面向谢佩托夫卡发起进攻 1941年7月4号中午 德军装甲部队攻占了谢佩托夫卡 德军又一次突破了苏军的防线 从此之后苏联西南方面军在乌克兰开始边打边撤 在这个过程中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损失非常惨重 就比如西南方面军最强的第八机械化军 在1941年6月22号战争爆发时 拥有坦克932辆 半个月之后也就是7月7号 撤退到温尼查附近时只剩下43辆 坦克损失了95% 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到8月中旬 苏联西南方面军8个机械化军 一共14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滑步兵师 所损失的坦克总数保守估计大概有4500辆 除此之外 装甲车 汽车 摩托车 拖拉机等机械化装备 几乎全部损失 到基辅战役的决战阶段 在苏联西南方面军数十万军队中 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机械化作战单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